大家好 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正子 30-40太极拳的第28次转身蹬脚 这个招式包含了转身蹬脚 以及接下来的左楼西奥布 跟右楼西奥布 转身蹬脚这个动作呢 是30-40太极拳 在做比赛评审时决胜关键动作 因为这个动作呢 需要用一只单脚转180度 然后脚还要悬空 做一个蹬脚的动作 这个难度非常的高 是30-40里面的最困难的一个姿势 但对初学者来讲呢 其实你不用强求说 我一定要转过去跟比赛一样 双脚不落地 然后还要站稳 还要正脚 基本上你只要知道有这个招式 转过去的时候呢 你可以脚稍微落下来一下 站稳之后呢 再做一个正脚的动作 这个是初学者 用这样的方式去做学习 因为对很多 像我练习这么多年的人 其实转的这个动作 除非说你在比赛前练习很久 否则真的本来他就是一个很困难的动作 但如果对于你目标是追求说 身体要健康打太极拳能来讲 你不是要站好参加比赛 你大可不必一定要去做到转身正脚 都是用单脚的方式 那我先做一次示范 转身正脚的正确方向呢 其实是朝向9点钟的方向 那他前一次是左分脚 左樓西腰部 右樓西腰部 这个就是转身正脚完整的动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转身过来要维持 要维持像这样子经济度的动作 然后脚还站尾 再去做瞪脚 这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动作 这是为何比赛 评论只看这个动作 所有的选手就可以平分了 好 接下来我们做细部的拆解 他的前一次是左分脚 分脚完之后呢 我左脚会尽量的靠着我的右脚 因为接下来我是用右脚当作转轴 然后我左手呢 其实会像这样子掌心朝自己身体 所以等于是呢 我的左手跟我的左脚呢 其实都是尽量的朝我的右脚 因为右脚是一个转轴 我让左手左脚这边尽量朝向我的右脚 让我右脚可以很稳定 但是转的时候呢 我需要有个力举去转 因此我的右手尽量朝外去伸 左分脚之后呢 呈现一个这样子的动作 站稳之后呢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我的手的姿势 我手的姿势呢 原本是这样 左手在胸前 右手往外 我转过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会把我的右手呈现一个交叉 好 再看一次 好 交叉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就做一个蹬脚动作 好 蹬脚有点像是分脚的动作 可是这个时候呢 是脚往前蹬 好 是这样子 用脚跟 往前蹬 往前蹬 好 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说 这整个招式是三眼七次里面 最困难的一个动作 这的确是非常困难 出缺者不要要求这么多 转过来之后 脚先落下来 站稳 我们先求你能站稳 再做蹬脚的动作 再做左褥腰部 再做右褥腰部 好 因为大部分的人呢 包含我自己在内 我转的时候呢 其实我都会晃 我也会把脚先放下来 但脚有放下来 在比赛时就是一个扣分 如果你真的要参加比赛的话 你就真的要苦练这个 转身蹬脚动作 但练这个转身蹬脚动作呢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你鞋子非常容易的磨整 脚跟这边非常容易磨整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穿的这双鞋子 有没有看到 脚跟这边已经磨破一个洞 所以通常像这种一双的反部鞋 平底鞋 我可能 差不多半年到一年 我的脚跟就会磨整 那我再做一次示范 转身蹬脚跟左褥腰跟右褥腰部 好 方向正确方向应该在九点钟 先一次左分脚 转身 按脚 左褥腰 右褥腰 好了 我们这一次 这双鞋子是最复杂的一个动作 大家小心在转的时候 不要跌倒 所以出去来扎一下 比转的漂亮更重要 好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